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上星期有两个重要的发布会 这两个发布会发布的两个相机创下了两个记录 首先来看索尼 想必各位依然沉浸在26号的索尼大法新品发布会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画幅无反旗舰A1震撼发布的确让人眼前一亮 它几乎结合了目前最强的无反相机技术和功能 照片和视频样样精通 从发布会的介绍不难看出 A1将高像素和高像素和高速度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既有A9系列的连拍和对焦 又有A7R系列的高画质 还具备了A7S系列的视频性能 不过相机型号的命名有点出乎意料 毕竟之前9系列是旗舰 A1创下了一个新纪录 这就是最贵的无反相机 富士也在第二天 也就是1月27号 召开了X-Summit Global 2021全球峰会 发布了两款相机和三款镜头 包括重磅推出的中画幅无反相机 GFX100S GFX100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GFX100S 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真香 它的体积比同胞兄弟GFX100小很多 以更实惠的价格就能体验到 1亿像素带来的画质表现 GFX100S机身报价目前是6000美元 与顶级的135全画幅相机非常接近 它是目前市场上体积最小 价钱最便宜的中画幅无反相机 它是否会带领一个中画幅的大中画的开始呢 我们拭目以待 据外媒爆料 索尼将会在今年第二或第三季度发布A74全画幅无反相机 在规格方面 该款相机将搭载具备高读出速度的3000到3200万像素全画幅 CMOS图像传感器具备机身五轴防抖 并可实现4K60帧的视频拍摄 据悉索尼A74相机售价货为2500美元 折合人民币16100 1月18日 日本BCN公布了BCN Reward 2021获奖结果 据悉BCN Reward 2021以日本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各大零售商销售数据为评判依据 在BCN Reward 2021相机类排名中 佳能掌握单反相机类固定镜头相机类销售冠军 而索尼则在无反相机类摄像机类市场份额排名第一 以下为各品牌在各类别中所占的份额数据 1月12日 索尼在CES 2021展会线上 披露了Airpeak项目首款无人机的外观以及细节 据了解 索尼将于2021年春季发布一款 针对专业视频照片拍摄的Airpeak商用无人机 该无人机平台将支持搭载索尼Alpha系列无反相机 支持拍摄全画幅照片以及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加能最近公布了一款带人工智能的新概念相机 PowerShot Pick PowerShot Pick是一款新概念相机 通过加能积累的光学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 实现了拍摄照片和视频的全新乐趣 PowerShot Pick可以自动识别人脸 注意到镜头中影像的变化 自动判断 现在是快门时间 并拍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发 赚 赚 赚 Kor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佳能正在开发旗舰级无反相机 大多数人称其为EOS R1 据报道 该相机将在今年7月开幕的东京夏季奥运会之前向世界展示 根据一个可靠消息来源 这款相机将具备两个独门黑科技 四核对焦Quad Pixel AF和全局快门Global Shutter 如果消息成真 佳能R1将无疑成为无反相机里的王中王 1月28日 尼康博物馆发布了F3相机40周年限量版晚表 在规格方面 该款晚表表壳外径为35.5毫米 厚度为8毫米 表壳主体材料为不锈钢 表盘材质为黄铜 玻璃材质为水晶 重量为35克 据悉尼康F3相机40周年限量版晚表售价 23100日元 折合人民币1400元 仅在尼康Direct在线商店限量发售200块 这次节目又进尾声了 假如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点击下面的like 假如您不喜欢这个节目 也请点击下面的dislike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成立于2014年的单色摄影奖 于1月10日公布了2020年度获奖名单 这次大赛分专业组和非专业组 每组别下细分13个类别 从概念到人像到野生动物 再到建筑影像 获奖作品再次向我们证明了 单色摄影经久不衰的独特魅力 今年来自英国的摄影师 Christoph Mazzaro 凭借其作品《对手》获得了专业组2020年度 单色摄影师称号和2000美元奖金 这张照片拍摄于2020年6月6日伦敦抗议期间 他说 我发现自己处于聚会的中心 体验着人类的各种情感 观察着不寻常的行为 事实上 抗议活动发生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 这使得这一事件变得更加重要 Mazzaro在介绍照片时说到 就在晚上11点左右 在愤怒的人群中站了好几个小时后 我被带去接触警方的调查 警官与我面谈并核对了身份证 最后我得以离开 但建议不要在24小时内返回市中心 因为这会导致被捕 在非专业组中 来自保加利亚的摄影师 凭借其在非洲穆尔西部落 拍摄的女人肖像照片 获得了2020年度单色发现奖 和1000美元奖金 下面咱们就来欣赏这些获奖作品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